名嘴崔永元早前爆出的演艺圈阴阳合同事件 牵连一大波艺人跟演艺公司 就连税收政策也被撼动 但这次就能到崔永元自己惹麻烦了 因为他得罪的不是一个人 而是整个上海 世源崔永元和娱乐圈新纪委黄一清 今日在微博中展开骂战 9月5日时 崔永元在个人微博中发文大骂 称上海出人才 这个叫黄一清的满嘴喷粪 声称不怕上法庭 结果法庭费尽周折 也不能把船票送达 各种躲各种藏各种耍赖 黄一清你可真够娘的 上海大娘硬朗点好不好 据悉原本崔永元和黄一清两人之间 本来没什么恩怨 但近期却因为黄一清 爆出了崔永元情人王敌的身份 从而激怒了崔永元 崔永元随即起诉黄一清诽谤 之后两人便不时在微博隔空对骂 而原本崔永元骂黄一清 获得不少网友支持 但崔永元今日发的这个微博 却令全部上海人躺枪 因此令大批的上海网民非常不满 纷纷留言给他称 关上海人什么事 骂就骂吧 怎么还地狱骑士呢 魔方全媒综合报道